第零三六章,五五第二,先前幽和两周接壤的僻静黄沙地上,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些不合十一的身影,一个披着破败皮袄,头顶白金的智童,正忙着腰和驱赶羊群,边境土地平级。 好在相较其他时节,春草还算肥美,可就算如此,六七头老山羊仍是既瘦且脏,瞧着就像是一群木气沉沉的冒蝶老人。 孩子腰间勒紧了一条草绳袋子,脸颊有黑销瘦,腋下加了一根沉木杆子,手里提着一根老旧羊鞭,跟着吃草的羊群走走停停,停步时就嘴里叼着羊鞭,双手齿感,肆意舞动,偶尔会模仿一些村里大人的斗杆姿势。 北梁上午,鸣风飙裂,更有许多盛产硬把势的窝子,因为往往老百姓眼中的高手一冒头就是一大窝,便是妇孺也会写把势。 像幽州这边就流传有一句谚语,十个羊把势,九个会拳。 这是前半句,后半句则是九个拳势里只能出一个大枪杆子,意思说练拳容易练枪难。 只是自古穷文富武,这么一个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出意外一辈子都摸不着枪术的门槛。 之后孩子就看到南边十几里路外的骇人景象,一下子大地晃动,一下子黄沙拔地,一会儿电闪雷鸣,一会儿云淡风轻。 孩子好奇心重,想着羊群任路不会走丢。 就开始拎着鞭子,拖着杆子往南边跑去,他面黄鸡瘦,但是脚力不算太弱,北梁酷寒。 苦人家的孩子,身子骨针差的,早就熬不过冬天,也容不得背懒。 故而西北边色吃沙子长大的孩子,再矮再瘦,对上赋饶江南那边看似高大的同龄人,真要往横里打架斗殴,输得肯定是后者。 这个孩子向南奔跑,一路攻腰前冲,竟是异常训捷。 奔跑途中和几次歇息喘气时,四周不远处都有莫名其妙的炸裂,趋力避害世人的本能。 孩子不是没有想着转身回去,可几次都是将性子泛起,压过了胆怯,一咬牙就继续南奔。 放羊志同就这么猛猛懂懂地,向那处大战之地慢慢靠拢。 徐凤年的魂魄飘摇而至,寻到了黄龙氏和呵呵姑娘。 当算进春秋的黄三甲,看到此时此景,抱着呵呵姑娘的老人也免不了震惊恶然。 堂堂黎阳权柄最重的藩王,真的就要这么死了? 这才当了几天的西北土皇帝啊。 死法倒是轰轰烈烈,跟王先知死战一场。 只是世人钟情于虽败犹容这四个字,却不喜欢自己虽死犹容。 黄龙氏盘夕而坐,动作轻柔把自家傻闺女抱在怀中,心中有些感慨,太安城内自己没算到木剑游侠儿的抉择。 这一次依然没能算到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生死选择。 可不管如何,姓徐的小子还是暗约而来,两个徒友魂魄的徐凤年分别握住贾家家的手掌,过度转嫁给他最后的生气。 竭力冲击洗刷龙虎山老倒是种下的结束,少女的脸色逐渐好转,趋向红润。 黄龙氏这辈子走过很长的路,也见过太多的世事人情,帝王将向范夫走足,三教九流鱼龙混杂。 老人数次悄悄进入北梁,不但看好陈志豹远胜于徐凤年,甚至对袁祖宗的欣赏,都要重于那个败叙其外金玉其中的世子殿下。 在老人眼中藏出自污的伎俩,算不得什么值得钦佩的高明手段。 这小子天生贵胄,被点骂名能算什么?被不断刺杀,也是他该有的命。 说到结局凄惨,相反城内被亲人下锅烹食的百姓,不惨。 国破家王流亡途中,那些被狠心爹娘按照金两贩卖给他人的孩子,不惨。 静的说,怀里的小闺女,绅士也惨。 众生皆苦,大多苦不能言。 黄龙氏哪怕看到徐凤年在没有万全之策的前提下,毅然下山拦截王先知也只有些许亚义,更多视为理所当然。 这本就是他欠怀里这闺女的,甚至心底会觉得这小子心机深重,是以此袭击着要他黄龙氏出手相助,只是等到此时大局已定。 黄龙氏才真正有所动容,轻声问道,不后悔。 徐凤年笑着摇了摇头,虽然开口却无声,但足以让黄龙山知道大概意思。 之所以赶来,除了有约定是一回事,还有就是知道,哪怕不遗余力,也打不过那老匹夫。 既然反正都是一个死,还不如多活一个。 前辈不用想得太复杂,两人一问一答,你为何不躲在边境大军之中,避而不战? 王老怪就算再厉害,也要杀到手软才能见到你这个人。 确实这么想过,只不过如此一来,北梁好不容易聚拢起来的军心,就要溃散。 而且,王先知假如一怒之下选择暗杀,我一样躲不过。 而且有了怯战之心,高树陆体魄的神意就愈发排斥我,到时候只要给王先知带住。 哪怕我第三个魂魄远游归来,没了根本,反而更是注定见面即必死。 与其窝囊死,不如堂堂正正打一架,能活下就是最好。 即使死了,想必以王先知的胸襟气度,也不会亲口说出新梁王死在他手上。 到时候,面貌似我的一位假梁王,就有了用武之地。 都是要死的人了。 还想着徐家继续给朝廷镇守西北门户。 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看来以王老夫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自然不是给赵家天子守国门。 甚至不是给中原百姓,无非是徐霄传来下的家业。 我答应过他要扛下,就这么简单。 在这之上,南边能够少遭罪少死人,总归是好事。 先有陈之报后有王先知。 这两座大山,不比赵家皇帝面对的徐霄章巨鹿,那两座低多少了。 这里头的恩怨,你可明白。 薛藩是大势所趋,只不过徐赵两家站在了对立面而已。 我从不否认泰安城那位是个明君,相反,他不但可以像祖辈那样开国, 也可以让王朝中心,就算搁在一个王朝末尾, 说不定也能力挽狂澜延续国作,可这不妨碍我跟他是死敌。 不过,他要张巨鹿不得善终,应该属于逆流而行, 在野之名的函数子弟不断涌入庙堂,挤掉华族门阀的位置, 不是他可以一力抵挡的。 前辈用二十年时间产翻了春秋田地,师父李宜山就赞不绝口。 永辉末年,前辈第三次潜入北梁,跟陈之报见过之后, 徐霄曾经暗中调动了扶水社大半金锐和七百秋水青旗, 由陆球和徐彦斌亲自带队,势必要留下前辈, 只是师父决意拦阻,才没有出动。 还有这回事? 嗯…… 私下有很多人称赞老夫, 但唯独李宜山点评的高市之志,超市之财,才算一语重地。 你可知道为何? 不知。 闲谈中,两个徐凤年,一个惊吞一般, 喜纳呵呵姑娘体内的结束, 一个帮他灌输填补神意。 黄龙时微笑道,不知无妨。 在另外一本书上, 有个叫孔志龟的古人, 写了一篇叫《北山遗文》的古文, 其中八字, 甚和我心, 风情张日, 双气横秋, 后世黄亭坚加以延伸, 写下一句, 少年才华皆贵游, 老来忠义气横秋。 两位徐凤年都有些费解, 但也没有去深思什么。 黄龙时想了想, 伸出手掌, 抹平了脚边的黄沙地面, 用手指写下十四字, 侯家灯火平家月, 一样元宵两样看。 老人随后喃喃自语道, 可谓只为倦勇, 极见识情。 身为妄忧之人的徐凤年, 魂魄点了点头。 黄龙时继续以手指作笔, 用沙地作指, 写下第二句, 可与人言无二三, 于自知水寒水暖, 不得一事长八九, 春不管花开花落。 借了王小平一见的徐凤年魂魄, 一笑置之。 黄龙时迅速写下第三句, 朔无中穷, 人无常恶。 老人然后抬头望向徐凤年。 徐凤年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黄龙时低头看着怀里那个 从鬼门关转身而返的小闺女, 轻声道, 老夫曾经亲自用温华算计你。 你不记恨? 怎会不记恨, 只是仇分大小, 报仇有先后, 来不及报仇而已。 点头道, 先前说及某本书上的诗词, 就老匹夫王先知而言, 已经算是老气领圣横冠秋空, 可他百岁高龄, 又身为天下第一人, 到头来欺负一个 还没到儿历之年的后辈, 终归不是厚道的举动。 提杀那枪赶赴战场的那个徐凤年, 温柔凝视着呵呵姑娘, 人人有人人的活法, 但有些根本的道理是相通的, 只不过王先知有一句话, 把所有话都堵死了, 他的拳头硬, 就可以不听别人的道理。 我既然输了, 也就没有法子说理。 话说到这里, 呵呵姑娘已经快要醒来, 两个徐凤年进了人世, 就站起身, 洒然离去。 黄龙氏见着两位远去, 这才神情凝重起来, 看了眼天色, 轻轻放下悠悠然睁眼的闺女, 站起身, 自言自语道, 老夫信不过谁, 习惯了以最大恶意揣测他人, 以徐凤年身临无所退转之地, 做事依旧让老夫满意, 看来老夫以往确实看错了你。 黄龙氏笑着转头, 看似在自问自答, 徐凤年, 你肯定不知道, 最后一位神游春秋之人, 之所以出不了春秋, 是给老夫刻意合上了这部书, 因此才走不出那一页。 事已至此, 老夫也不好再藏着掖着, 既是帮你, 也是帮你。 老人感慨道, 大梦谁先决? 平生自知。 黄龙氏深呼吸一口气, 老夫早可成就如胜境界, 一直故意压着而已, 否则也不至于在春秋之后, 才出了一个转瞬即逝的轩辕进程。 老夫就送你一场真真正正的逍遥游。 黄龙氏抬起手臂, 笔画勾勒, 指指点点, 写下了八个字。 我写春秋已进天殿。 翻书开门。 黄龙氏身后果真如开大门, 一人从中跨步走出, 轻声达道, 天地自然尽我。 朝此白帝踩云间。 白帝, 在古书上即是五位天地之一, 掌管一切西方神之。 王先之望着头顶踩云聚散, 偶有所悟, 大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难怪冥冥之中, 会与那北方之神的真武大帝不对付。 当初真无法相降凌春神湖的举措, 身在五地城中的王先知, 就深恶痛绝。 王先知没有拦阻徐凤年的魂魄远盾, 也没有阻拦他们返回。 感受着躺在血泊之中的徐凤年微弱气息, 王先知遥遥望向北方天空, 朗声问道, 天上在战。 天上没有回应王先知的问话, 但是人间却有人答复了两字。 不用。 王先知皱了皱眉头, 转身看向那边。 徐凤年单膝触地, 一手按住大地, 轻轻说道, 不用去天上再战。 王先知眯起眼, 盯住那个神意圆满生平警戒的年轻人, 有些纳闷, 还没死绝。 老人看了眼黄龙室那边的光景, 很快了然, 这个年轻藩王, 走了一条跟北莽原青山不太一样的路数, 想着要如是道三教融合, 可惜原先缺了至关重要的儒家风貌。 王先知也不觉得, 世间有人可以让徐凤年身安此境, 曹长青若是舍了一身修为道衡, 倒是有五六分可能, 只是这位轻衣官子要复国。 就算对徐凤年亲眼相加, 也绝不可能意气用事, 在西楚复国之急, 跑来给他人做嫁衣裳。 但是王先知唯独没有想到, 冷言冷心的黄三甲, 会如此行事。 而且, 还真就让最后一位春秋游子, 得了大一位。 这种相赠传承, 不是说一人相送, 另外一人就能收下的。 就像徐凤年去武当山炼刀之初, 王重楼不惜送出大皇亭修为, 可最后只是送了六七分, 折损颇为严重, 远未让年轻世子殿下一步得正常生。 黄龙氏这般行事, 不易于豪赌一场, 若是送出了境界, 却没办法让徐凤年全盘接纳。 只成就了对结局于事无补的大半个儒胜, 那就真是晚节不保, 闹出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了。 当下王先知伤势不足以致命, 但也不轻。 尤其是那一杆刹那枪, 算是登顶五道甲子以来最狼狈的一次, 让老人始终不能释怀, 不是伤势轻重的问题。 而是王先知事后不论如何推演, 自己都躲不过。 徐凤年抓起一捧沙力, 站起身, 弹开手掌, 黄沙被风吹散, 抛入高空, 一线远去, 渗入那些彩云, 如泥垢洒落井段, 瞬间打散了那份风流。 徐凤年三魂六魄皆以归翘, 被王先知丝丝撕裂开来的面目虽然没有痊愈, 依旧触目惊心, 但是气势雄壮, 无与伦比。 王先知神情平静, 心中却有威蓝。 可求战的神意, 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高涨。 这就像一个人独占最高楼, 终于看到第二人走入楼顶。 文物第一, 所以相亲。 武第二, 所以相杀。 从来都是让后辈展露各种惊艳先手。 我自窥然不动的王先知, 一步后撤, 一步前踏, 第一次主动做出起手势。 徐凤年一步掠出, 手中便多了一柄短刀, 倒提春雷。 第二步长掠, 又多了一柄掠长鸣刀, 顺握秀东。 白胡而脸或赠或借的两柄刀。 一起伴他走完了黎阳北盲两座江湖, 左春雷右秀东。 徐凤年双刀在手, 刹那就冲到了王先知身前, 秀东刀当头披下。 王先知抬手握住并无半点刀芒绽放的秀东刀刀锋, 右手就要轰出试图一举砸烂瓷子的胸口。 年轻人的神意攀直巅峰不假, 可高速炉的体魄依旧摇摇欲坠。 只是在王先知出手之前, 倒提着的春雷短刀就横撩而来, 竟是快了十一分气力的王先知一筹。 两刀都瞧着云淡风轻, 除了一个快字, 仿佛就再没有其他玄机。 可王先知竟然在用手肘隔挡住短刀之后, 然后倒退出去。 徐凤年如影随形, 始终与王先知保持在一刀距离之内, 秀东刀直刺王先知为刹那枪洞穿的伤口。 王先知毅然不惧, 任由这凶险一刀刺来, 但是一拳砸向徐凤年的脖子。 徐凤年身形扶摇, 秀东离手, 堪堪躲过王先知那几重拳, 侧身飘过了王先知, 再在王先知身后握住了那把透体而出的秀东刀。 真是一个闲庭信部。 因为没能在秀东刀上种下后蓄起击, 这一刀看似重创王先知, 但其实羞辱之意更重一些。 王先知也终于被迫使到了斤斤计较的境地, 没有转身追杀。 而是脚尖一点, 用后背撞向徐凤年。 打定逐意, 扛下一刀数刀都无妨, 只要彻底击溃徐凤年的体魄, 那就大局已定。 背对王先知的徐凤年横移几步, 又与王先知擦身而过。 两人恰好视线交汇之时, 徐凤年一刀抹向王先知的脖子。 王先知骤然加速, 不仅低头躲过那柄轻量刀锋, 脚步略显亮呛地撞向徐凤年身侧, 一掌推出, 推向徐凤年的肩头。 徐凤年脚尖一拧, 转了半圈, 刚好用倒立的春雷刀刀口, 去挡王先知的那一掌。 王先知便掌帷幄, 虎口夹住刀锋, 正要掐断这柄短刀。 不料徐凤年极其漫不经心地一次横辉袖东刀, 刀尖抹过春雷的刀柄, 旋转了一圈, 最终落回了徐凤年手中。 王先知一脚踹出, 徐凤年高高跃起, 王先知一拳挥出, 不再奢望拳头到肉, 而是以拳钢炸出。 王先知看似窘迫, 但是此拳拳钢威势, 显然要超出以往所有招数。 可见老人仍然留有余力。 徐凤年身形, 漠然一闪而逝。 出现在几帐外, 双刀提刀, 衣袖飘摇, 同样是暗藏玄机。 王先知前奔之时, 大声笑道, 这般不爽力。 徐凤年没有说话。 在王先知即将冲到面前之时, 随意将春雷刀抛向空中, 由右手握秀东变成双手握刀, 一鼓作气撞向王先知。 王先知跟徐凤年几乎同时脚步凝制些许。 然后战场之上, 只要是王先知所走之地都出现了一个身影。 然后一起扑杀徐凤年。 而徐凤年毫不犹豫地继续前奔, 秀东披向一处并无王先知身影的空地。 转瞬过后, 一个王先知向后滑行竖掌, 额头出现一丝血腺, 鲜血慢慢渗出。 与此同时, 数百个王先知都消散一空。 世人肯定无法想象, 堂堂王先知也会有被别人一力降实惠的时候。 徐凤年继续近身, 以秀东刀在王先知身前指点。 刀刀点到为止, 王先知身上出现不计其数的细微伤口。 既不让王先知成功近身, 但刺刺都可以在王先知身上留下战绩。 那把抛入空中的春雷刀到了顶点, 开始下坠。 王先知大概是被如此不厌其烦的精确算计给耗尽了耐心。 接下来一场双方快到极点的近身搏杀, 秀东刀在他身上刺出的伤口越来越深, 但是王先知距离徐凤年也越来越近。 最凶险一次, 是王先知手掌几乎捏断了徐凤年的脖子。 而且, 徐凤年的秀东刀也差点拦腰斩断了王先知。 只不过, 落下的春雷刀越来越临近地面上的战场。 两人脚下的大地, 碎裂斑驳, 不堪入目。 但是, 不论双方出击促招如何气势如虹, 两人所占方位的一仗之外, 黄沙始终静止, 一力不动。 胜负已在毫厘之间, 王先知出力十二分, 仍是处于被慢刀割肉的困境。 有意无意, 春雷刀已落在了徐凤年头顶一仗高空。 本就是左手刀的徐凤年气势暴涨, 他辗转腾挪的空间已经被王先知压榨到了极点。 再无新招, 难逃一死, 但只要他能够握住那柄短刀, 就能生出变数。 因为王先知的仪器流转千里, 虽然欲战欲勇, 气机越来越强盛, 但也即将面临尾声。 两人都心知肚明。 王先知笑颜不爽力, 即使笑话徐凤年也是在自嘲, 故而从一开始, 王先知其实就打算要仪器定下双方生死。 最后一刻, 徐凤年拼了挨上一拳, 也要去接住那柄春雷刀。 只要他能握住刀, 就可以顺势颠倒战局。 但是王先知竟然在半拳以后, 就停下身形。 仪器将近, 竟是出人意料地再度倒转千里, 就要形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兴起。 同径之争, 气机流转, 流字在前, 转字在后, 流淌速度可以掌握局势优劣, 但是刹那转换, 则可以决定生死。 王先知的人间收官之战, 以及最后的收官之手, 就在于这次前无古人的往返, 诀窍在于一个道字。 王先知毫无征兆地收回半拳, 是刻意任由徐凤年去握刀, 以便抢先道转完毕, 一气千里, 然后一步先, 第二步先, 一击毙命。 突然, 老人露出一抹古怪神色, 徐凤年没有去握住 近在咫尺的春雷刀。 王先知收手以求换气, 徐凤年则是收手继续出刀。 反倒是徐凤年抢占了先机。 更让王先知没有想到的是, 徐凤年那袖冬一刀准确无误地撞入 他新旧两气的节点之上, 不是心口, 不是脖子, 而是一个平常看似无关紧要的翘穴。 徐凤年撞刀前冲, 甚至左手按住了刀背之上。 王先知就这么被携带着倒退出去几十丈。 无论如何老气横丘, 终归拦不住新冬时节的到来。 气机极距溃散的王先知满头白发疯乱漂浮。 徐凤年一刀斜提, 一抱还一抱, 把王先知魁梧身躯撩离地面, 没有拔出用以镇压契机的绣冬刀, 松开右手之后, 左手握住了那柄一直尾随身后的春雷。 在王先知双手拔出绣冬之前, 徐凤年的春雷刀在王先知头颅上通透而过。 绣冬刀没有拔出, 春雷刀亦是如此。 刺透头颅的春雷刀悬停不动, 于是就硬生生将王先知悬挂在了空中。 第037章 也无第一也无一字, 徐凤年仰头看着这个老人。 王先知远未死绝, 并无愤懑神色, 只是安静低头看着这个年轻人。 仿佛整座天地都为之一致。 王先知终于闭上眼睛, 那些四散而出的契机, 凝聚成另外一个王先知飘落在地。 随风而起地, 从老人虚无缥缈的身形中一飞而过。 徐凤年平静说道, 你赢了? 两根布满金黄色古朴撰文的天柱, 缓缓下垂于西方。 显而易见, 这位行散却神聚的王先知, 虽然已经无力斩杀再无余力的徐凤年, 但是天门已开, 仍是想走就走。 等王先知走过天门, 以仙人之姿抚看人间, 以老人从来不怎么讲规矩的做派, 到时候无处可躲的徐凤年如何自处。 王先知没有理睬徐凤年, 以及出现在眼角余光中的两个不速之客, 一名男子停马步前, 但是抬手取回了刹那枪, 另外一名雌雄莫变的俊美年轻人, 则取回了秀东春雷双刀。 老人走向天门, 但是没有跨入其中, 而是副手而立, 笑道, 是没得啥意思。 王先知转过身望向东方, 沉声道, 江府丁且打超十年。 老人然后视线偏转向北, 淡然道, 于心郎, 你去极北冰原。 最后, 王先知盯着那个跌跌撞撞 跑到了一里地外的牧羊志童, 笑了笑, 倒是与老夫有些机缘。 武帝城剑客楼荒, 晚到一步, 死死握住菩萨蛮剑柄, 眼眶布满血丝。 楼荒摘下剑鞘, 双膝跪地, 将古剑插在身边, 重重磕头, 哽咽道, 弟子楼荒, 恭送师父。 王先知终于望向这名徒弟, 吩咐道, 等为师散去魂魄, 你无需报仇, 将为师师鼓葬在昆仑山顶。 楼荒面目埋在粗粒沙地, 没有作声。 王先知也没有计较这名弟子的钻牛脚尖, 转头看着, 如同咒的富贵, 又全部家底荡然无存的年轻藩王, 破天荒露出一点会心笑意, 说道, 都说五无第二, 你好不容易赢过了老夫, 也无第一了, 老夫有些替你感到不值。 徐凤年回答道, 还剩下点本事, 可以支撑晚辈去一趟龙虎山, 这几年习武, 就不算竹篮打水, 以后的仇家, 本就该在庙堂沙场上相见。 王先知点头道, 剩了老夫的人物, 是得有这份气度才对。 在楼荒山林战场边缘的时候, 黄三甲和呵呵姑娘也走来, 先后算计了徐凤年王先知两人的黄龙世, 并无自得神色, 老人牵着小姑娘的手, 对王先知讥讽冷笑道, 你拦不住天子一怒服侍百万, 就想着, 尽量让后人得以匹夫一怒血剑三尺, 与前者争锋相对, 却不知道人格有命, 哪里轮得到你瞎操这份心? 以后的天下, 将像五种, 皇帝宝座轮流坐, 莫说是寻常世子, 就是贩夫走卒, 也可坐上去过过瘾, 江湖上越是没有仙人, 却越是中峡谷, 王先知, 江湖上少了一小撮飞来飞去的神仙人物, 有何不妥? 自有侠义二字, 撑起江湖, 没了飞升, 源头本就不在天上的江湖, 自然也不会死, 王先知笑道, 好, 王先知环顾四周, 收回视线, 难难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不枉老夫留在江湖中了, 王先知轻贺一声, 魂魄一分为三, 化红而去, 灰红天门逐渐消散, 王先知不飞升, 不转世, 不苟活, 而是大大方方送给以后的江湖三份机缘, 一份远去东海武帝城, 一份远去京城泰安城, 最后一份则是就近冲入了那名牧羊志童, 楼荒设计常见, 空手走向师父坠地的尸体, 轻轻背起, 向北渐行渐远, 黄龙氏牵起闺女向东而行, 有始有终, 等老夫死后, 记得找到老夫的闺女, 照顾好她, 走到徐凤年身边, 问道, 你要去龙虎山? 徐凤年点了点头, 反问道, 那你, 白虎儿脸微笑道, 没有欠债的习惯, 既然你替我杀了王先知, 那我就试试看能否载掉拓跋菩萨。 徐凤年轻声道, 别死了, 白虎儿脸一笑置之, 徐凤年对徐远兵说道, 徐叔叔, 麻烦你带回那个孩子, 我打算收他做徒弟。 徐远兵恩了一声, 提枪侧马北去, 找到了那个因为不堪重负而晕厥在地的瘦小木童。 龙虎山, 貌似中年的道人垂掉于深潭盘, 紫竹鱼竿无钩无耳, 身前漂浮着一片青绿树叶。 道人赵皇朝偶尔宁木望向夜中游走不定的脉络, 偶尔抬手掐指测算天机, 一开始, 大体都在框架之中。 赵皇朝也就神态闲适, 几次邪中脉络明暗转折, 修影孤的道人就算皱眉, 但都不曾如何大惊失色。 直到树叶瞬间枯黄, 并且沿着一条脉络截断。 赵皇朝正正无言, 眼睁睁看着两节树叶飘零在幽绿深潭水面上, 脸色苍白。 赵皇朝猛然抬起头, 望向西北方位, 怒道, 王老匹夫如此不济世, 一道赤红砸在深潭之中。 赵皇朝果断丢弃鱼竿, 登山而掠, 想着翻山而过, 向北狂奔, 赶往被他映示在道教第一栋天伏地之中, 养出一条恶龙的地废山。 一座幽深不见底的潭水, 给那远方客人撞掉大半积水, 好似龙虎山之中, 绽放了一朵巨大清廉。 赵皇朝踩着参天古墓的树冠, 如履平地, 身体大幅度前倾, 道袍迎风翻摇。 大真人乘风而行, 只是一股冰冷杀鸡龙罩住后背, 心知不妙的赵皇朝, 双手食指掐绝, 正要念出那一语成诚的阵字, 就给背后那个 至今都没有机会认清面目的怪物, 扯住了一条腿。 那个龙虎山访客冷笑道, 回去。 结果赵皇朝的身体就被高高抡起, 然后随手狠狠丢置 向那座水波动荡起伏的深潭。 道人根本来不及泄力, 后背轰然砸入水中。 那访客铁了心要痛打落水狗, 几乎与赵皇朝同时落在潭中, 出现在道人身侧, 五指如钩, 一手死死按住道人的脑袋, 破开潭水下坠。 眨眼之后, 赵皇朝的头颅和后背, 就一同撞在潭底一块突兀而出的青石上。 青石顿时粉碎! 那人微微抬臂, 依旧抓住道人的头颅, 又是往深潭一侧的石壁上迅猛一撞。 赵皇朝如同被钉子钉入石壁。 那人由是不肯罢休, 五指往后一缩, 继而又是一送。 如此反复不停, 道人的头颅就如撞中一般, 一次一次撞在石壁上。 龙虎山响起不下百次沉闷骇人的壮钟声。 整座潭水轩飞翻滚, 之后化作一阵白雾。 水落石出, 潭空人线。 道人赵皇朝头骨跟脊梁禁碎, 从头到尾都没能说出口一个字, 就死得不能再死。 第038章, 下龙虎下灰山, 在天师府眼皮子底下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很快就有龙虎山真人陆续赶到。 不过没有身着皇子的贵人, 率先赶至三名道人都是不获年术, 对于老百姓心目中可以长生久世的道士而言, 这个年龄的确不算老。 三人跟白莲先生一样, 皆是这座道教祖庭的外星人, 但是修为奸身分别是张文汉、 薛杰契和陈全雍。 在父子真人连妹飞升之后, 天师府的威望无形中江河日下, 这几位道人隐约有了撑起龙虎山半壁江山的迹象。 三人之中, 又以陈全雍最后到达, 就看到两位道友站在无名深潭远处, 潭边蹲着一个世家子模样的年轻人, 似乎在搓洗着血迹斑斑的衣衫。 陈全雍在三人中学问最大, 可是修为境界最低, 更不敢造次, 踩着先前被潭水浸透的潮湿地面, 慢慢走到铜山睫毛石树仔的薛杰奇身侧, 后者轻声说道, 所猜不错, 却是有前辈身死到消于此。 平道感到之时, 前辈试图遗弃化红奔赴北边的地废山, 结果给那年轻人截下, 陈全雍瞠目结舌, 顾不得礼仪, 打断相识已久的道友言语。 董龙问道, 据降服宝露所在, 画红飞升, 比成龙飞升低一阶, 却要比骑鹤之流高明许多, 就算那隐居前辈不是飞升, 可要说拦阻去路, 便是你我联手, 也万万劫不下。 薛杰奇神情古怪, 小心翼翼说道, 是一道黑红, 才起于深潭底部, 拔起潭面树丈高度, 就给那人赤手空拳, 硬生生撕扯了回去, 几乎尽数脚烂, 只剩下约莫寸宽尺长的黑红, 逃窜去了大雪坪。 陈全雍眉头紧皱, 黑红, 这可绝对称不上什么祥瑞。 古书上多半恶臣同出, 离着陈雪两人有些距离的张文汉, 终于开口问道, 平道龙虎山张文汉, 敢问可是梁王殿下? 年轻人站起身, 身上血污洗去大半, 点了点头, 萧问道, 赵宁神不在山上。 张文汉神情复杂, 深呼吸一口气, 走出一步, 沉声道, 殿下若是这就下山去, 平道可以为殿下亲自领路, 若是上山, 平道便要不自量力一回。 已经将赵皇朝斩草除根的徐凤年笑了笑, 不用送, 替本王给赵兮团老真人问一声安。 张文汉如释重负, 身身作医, 平道一定将话带道。 恭送梁王殿下。 如此措辞, 看似恭敬, 实则与逐客令无异。 不过那个恶名昭彰的年轻藩王, 似乎不以为意, 禁止向山下走去。 薛洁气在三人中性子最为刚直, 对这名当初以世子身份起姓龙虎的北梁王, 恶感已久。 哪怕亲眼见过此人杀人之后, 在破红的收官手段, 仍是有些自己的算计, 官局室和旺契机双管齐下。 年轻藩王已是世老兵疲的孱弱境地, 薛洁气就不想错过当下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倒不是说非要重创这位如今可谓全是标秉的北梁王, 而是想着为龙虎山出口恶气, 总不至于让徐凤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莫不是以为齐玄真大真人不再坐镇斩摩台, 就谁都能来此耀武扬威了。 于是薛洁气横移一步, 恰恰拦在了徐凤年下山的路径上。 然后不等相传离止玄境只有一指之隔的张文汉出生侍井, 陈全庸就看到那北梁王一傻而逝, 而薛道友的身躯就凭空离地而起, 脑袋如同被一根箭矢一穿而过, 几乎是以倒立姿态头颅触地, 然后瘫软在地。 张文汉赶忙掠至薛洁气身边蹲下, 缓缓灌输给他一股绵长气机, 竭力护住其动荡不安的心脉。 陈全庸发现薛洁气面如金纸, 昏黄不堪, 气色差到了极点。 张文汉恼火力声道, 天下皆知王先知要跟此人决一死战, 既然徐凤年能来龙虎山, 且不说什么打赢了王先知, 只说王先知将他的人间最后一战交给了他。 可见, 就算他是在大战之前到了龙虎山寻仇, 岂是你我可以小觑的。 假使惹恼此人, 被他苟急跳墙, 闯入天师府一顿横冲直撞, 坏了龙虎山根基。 我们三人本就是外星, 如何担当得起? 后边一些辈分烧地的道人逐渐聚拢过来, 也夹杂了几位皇子道人, 看到这幅场景都有些手足无措。 上天师府禀报详情, 他则悲起薛节气去僻静处疗伤。 如果不幸落下了病根, 注定会影响到道根, 山上外星人一直同其连之, 好不容易有点心气象, 本该一股作气抱团登山, 遭此大劫, 怕就怕大火一起一蹶不振。 徐凤年下了龙虎山, 然后登上灰山, 如今的轩缘家族在江湖上势如破竹, 紫衣女子先是登顶武林, 成为数百年来第一位女子武林盟主, 之后拦截王先知, 因祸得福, 修为暂时受损。 但是在更为重要的境界仪式上,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使得灰山愈发尤人如枝, 豪客如云。 去古牛港大雪坪必经之地的山门排坊处, 心境立起了一块解剑碑, 有点类似武帝城的那堵城墙, 闯山之人只要输了, 就要留下兵器离山。 徐凤年不急不缓走在山路上, 江湖中多奇人怪人, 他并不算太过惹眼, 身边就有春伟时节, 还故意身披大白狐囚的妖艳女子, 前头还有个托着一把巨大斩马刀上山的光头壮汉, 徐凤年这趟上山, 主要是防止角途三窟的赵皇朝还留有后手, 那摩洛网之余的黑红, 最终落在了大雪坪雀跃楼之中。 虽说赵皇朝必死无疑, 肯定无法死灰复燃, 但徐凤年小心起见, 必须亲自确定他化为灰烬, 再者就是想要跟轩辕清风做一笔买卖。 徐凤年接连两场战事, 王先知不用说。 赵皇朝也是陆地神仙, 连杀两人, 也难怪那龙虎山的薛节气以为他是一颗软柿子。 徐凤年此时仅存一分高树路的体魄, 魂魄神异折损的更是一塌糊涂, 前者已经不可再求, 但是后者如同旱季的干枯池塘, 只要池塘还在, 短时间没有水, 可只要下几场雨, 还是有希望填满。 这也是徐凤年接连伪敬之后悟出的独到心得, 若说真竟是一张宣纸, 那么伪敬就是下边一层宣纸, 提笔书写于纸上, 入目三分, 终归会在第二层纸上留下印记, 有点类似拓碑。 现在的徐凤年, 哪怕伤重无比, 但是圣国王先知和斩杀赵皇朝之后, 无意中凝聚起的一股兴气, 足以称之为大气磅礴, 而且牵引着让徐凤年前往一地。 风山退克四字突然由大雪平传来, 很快传遍灰山, 无数慕名而来的武林中人都慢慢咧咧往山下走去, 一些走到半岛的豪克女侠也都仗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由中计淡那徐山紫义的气焰, 纷纷掉头离去, 人人都猜测着是不是徐山起了了不得的风波变故。 一开始, 许多江湖人士还稀记着, 有高人可以把轩辕清风拽下盟主宝座, 后来觉着, 一个女子虽说骑在了整座江湖的头顶, 可既然那女子却是手腕厉害, 又传闻自容绝美。 一袭紫衣亲天下, 似乎也不差, 是一桩颇为值得畅谈的美事, 久而久之, 反而就想着, 那娘们可以更加高高在上一些, 最好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人, 在消息灵通的黎阳江湖眼中, 王先知出了东海武帝城, 那个孤名钓鱼的天下第六, 肯定是一个死字, 这都不用有半点怀疑, 可望老怪飞生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黎阳都清楚整整一个甲子, 江湖就是王先知, 王先知就是江湖, 而没有王先知的江湖该是如何, 没人能想象将是怎么个新鲜场景, 王先知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 于是江湖天经地义, 奋以王先知是否离开人间, 作为一条分水岭, 兴许是轩原家主亲自下令的缘故, 灰山许多江湖地位水涨床高的大客卿, 都亲自出马, 不尽人情地冷着脸, 大肆驱逐登山访客, 一些个依仗身手和背景的江湖男女, 原先还不乐意给如此巨要对待, 结果都在首席客亲黄放福的手上吃了苦头, 这才付费着灰溜溜下山, 徐凤年逆人流而上, 就引来一些玩味侧目, 大多都把他当成了出生牛独不怕虎的江湖虫, 只有最后一些离开山门牌坊的人物, 才遥遥望见一席紫衣亲自站在了牌坊下, 竟是破天荒摆出了出门迎客的姿态, 轩原清风站在山门内第一极台阶上, 凝视着这个可算旧式的北梁之主, 别人不知真相, 他原本就猜得到几分, 而且方才也有人告知了事实, 他平静道, 你放心, 那道人已经死绝了, 至于他为何要在临死之前来灰山? 你如果想知道答案, 不妨诚事与我打上一场, 我输了, 才会告诉你, 徐凤年靠着牌坊玉石柱子, 双手拢袖望向山外的壮阔江景, 急笑道, 你道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 赢了我, 可不就是毋庸置疑的天下第一了, 以后还有谁敢给你抢武林盟主的位置? 轩原清风看着他那瞧着好像有些鱼驴的背影, 他许久没有出声, 然后提着裙脚, 弯腰坐在台阶上, 问道, 你怎么做到的? 徐凤年后背划着柱子, 也一屁股坐在地上, 常常呼出一口气, 终于有口喘息的机会, 心想, 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恍若隔世了。 轩原清风突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言语, 灰山上以前有幅画, 很像你, 又听说, 你跟你那位女子见仙的娘亲很像, 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这让我笑了好几天。 轩原清风脸上的阴郁笑意格外聪拢, 徐凤年平静道, 你爹娘那一辈的糊涂账, 他们早已自己了亲, 你如果非要掺和, 我不介意送你一程。 轩原清风捧腹笑道, 直老虎一只了, 还敢吓唬人?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 打消了心中做那笔买卖的念头, 站起身, 转头瞥了他一眼。 你以后多留心五地城的江府丁, 和那个去了北边的虞心郎, 王先知对这两人寄予厚望, 临死前分别赠送出了一份气数。 轩原清风默不作声, 徐凤年犹豫了一下, 说道, 龙虎山估计已经悄悄转头 阉斥王世子赵主, 就算天师府没这份魄力, 那个白莲先生也会压住在赵主身上。 你要是敢赌上一回, 赵主是个不错的人选, 以后的江湖会越来越绕不开朝廷。 轩原清风依旧面无表情, 徐凤年一天之内两次下山, 新武帝,上,一架马车沿着东北方向缓缓前行, 车厢内空无一人, 马夫是个衣着朴素的年轻公子哥, 风神玉朗, 若是世幻子弟, 凭借这份皮囊, 假使还能写得一首好字, 那在官场上就多半可以顺风顺雨, 可惜瞧着该是个不许读书科举的剑辑。 黎阳在周知上改制社道, 就各道疆域而言, 烟斥王坐镇南疆, 最为辽阔, 藩王照义盯着的广陵道紧随其后, 只是两者的富饶程度完全没法比。 天下赋税扮出广陵, 这可不是下说的。 只是如今广陵道可不太平, 往日里义路上还能有人靠着关系通行, 但是现在风雨欲来, 明摆着大战在即, 广陵道周边十几条主干义路都督查得异常严苛, 不准官兵假释之外的角色侵占, 已经发现就是流放两辽的下场。 广陵道边境设置了许多见己森森的关卡, 只许出不许静, 显然是西楚的乱臣贼子, 兼壁在先, 割地自居, 随后清野一世, 则换作了黎阳来坐, 力求问中捉鳖。 几位扛着静男旗帜的藩王, 就囤扎在边境上, 他们大多爱惜羽毛, 挥下清兵还算秋毫无犯, 只是一些手握积累兵权, 却又无法第一时间参与战士的二三流将领, 就嗅到了大欣慰, 马无夜草不肥, 边境四周多有贼寇浑水摸鱼, 有几桩揭竿而起的逆反行径是不假, 可绝对没有当地官府驻军上报的那么严重泛滥, 如此一来, 先是小规模的动乱, 勉强有了匪过如书的乱世景象, 警戒而来, 就是剿匪的官兵闻风而动, 这才是真正的兵过如毕, 让许多完全有力自保的富户庄子, 叫苦不迭, 最后连那些眼馋的周郡官府主持人, 胆子也默然肥壮了, 顾不得吃相, 大肆派遣心腹幕僚, 去找殷亲之外的士族富甲, 名义上是分发户身符, 许诺贼寇游掠石官府定会出兵保金安民, 要他们安心, 谁也不傻, 只得乖乖挤出笑脸, 送上异箱箱的黄金白银, 全当破灾消灾, 现如今, 连许多根脚在京城那边的大钱装银票都不管用, 只要实打实地经营, 后者也只能私下愤懑大骂一句, 关过如涕, 现在要去东海武帝城, 除非斗一个大圈, 就只能穿过广陵道, 而且还只能走最东边的野路, 成为马夫的徐凤年, 已经过了边境, 期间也见过几次趁乱生财, 都发生在西边大楚, 和黎阳广陵王赵义之间的两不管地带, 其中一股三十几人的贼寇, 竟是可以人人骑马各个披甲, 兵器虽然大多生锈, 壳板上钉钉是就广陵道的兵库气泄无疑, 足见以往二十年那些外来户的黎阳官员, 在境内是如何的两耳不闻窗外室, 一心只挂名之高, 不过, 等徐凤年到了东边之后, 形势就要好转, 他起先本是徒步而行, 后来在山路遇上一股凶悍贼寇, 正追杀一户远离是非之地的富裕人家, 当时十几个青壮护院家丁都死得七七八八, 徐凤年就宰了几名正要对妇如下手的匪人, 又杀了几个冲晕头脑的, 也未追杀殆尽, 只是由着贼人远顿, 当时一个有功名在身, 得以身穿如山的少年, 眼神阴沉盯着他这个算是救命恩人的游侠, 说是愿意出资黄金百金, 请他杀尽歹人为族人报仇, 徐凤年没理会, 十三四岁的少年, 是朝廷这儿八经的举人, 却尚未登科, 以前大概是当地的神童, 在族内自然身受器重, 都眼巴巴等着他去光耀门眉, 因此就难免养出一股子居高临下的傲气, 少年见这个行走江湖的年轻贱户, 没有侠义风骨, 自己又遭逢惨剧, 就口无遮掩, 说了几句极为难听的话语, 徐凤年懒得跟一个孩子计较, 继续行路, 不过这只小氏族的当家老人, 倒是不识厚道, 连忙上前, 斥责抵掌孙的无礼, 送了一辆马车做报恩举措, 小心翼翼附赠了一小落银票, 老人本是想请徐凤年, 帮着护送到更南边的安生地方, 一番试探之后, 就不再勉强, 其实马车也好, 那三四百两银子也罢, 都是身外物, 何况充当马夫的护院家丁, 死了那么多, 有几辆马车, 反倒是成了累赘, 本就要舍弃, 徐凤年也没有拒绝, 这才有了眼下的家当, 之后也有些不长眼的小谷草阔水匪上前骚扰, 也都给轻描淡写赶走, 让心不在焉的徐凤年, 想起了许多旧人, 比如一点都不像山贼的青城山, 那一大帮子老小, 至于江湖侠士, 则记起了, 骑马去春神湖, 给呵呵姑娘报信的贺助, 徐凤年觉得, 走过几次江湖, 所谓的女侠也见了不少, 但数来数去, 可能也就鱼龙帮的刘尼荣, 以及劫世故大祖顺带认识的周青虎, 更符合心目中的女侠印象, 她们武功平平, 容貌也算不得经验脱俗, 而她们如果更早时候碰上, 跟自己少年时所憧憬的江湖仙子, 实在相距甚远, 小时候总以为女侠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无外乎是白衣飘飘, 不食人间烟火, 感觉一辈子都不用吃喝拉撒, 更不会放皮拉屎, 如今徐凤年绝对不会这么天真的想当然了, 徐凤年一开始坚持认为西楚复国, 不过是曹长青一个人的逆流而为, 注定无法赢得天下大势, 只能暂时偏据异于, 孤掌难鸣, 然后沦为黎阳新一代青壮将领的功劳宝, 以及帮助春秋老将退出庙堂前, 绽放出一抹璀璨余灰, 可这一路行来, 见到许多忍辱负重二十余年的老一辈西楚移民, 暂时仍是闭口近生, 但徐凤年知道他们隐忍越多, 黎阳官兵压榨得越厉害, 曹长青作为主心股的新楚, 未必就真的那般不堪一击, 战火硝烟一起, 会死很多人, 但注定也会有一小撮人冒奸出头, 最终青史上牢牢占据一席之地, 现在关键就看, 是西楚更多还是黎阳更多了, 直觉告诉徐凤年人数上是后者多, 但是西楚自古一出巨粮大财, 一鸣则以一鸣惊人, 说不定就能够出现一两个继承曹长青一波的年轻俊艳, 马车在广陵道东北边境地带暂坐停歇, 此时广陵道四周已经彻底关闭了进出门户, 这里是广陵道最后一个隐蔽的出口门户, 许多有江湖背景又有关系门路的人物, 都由此涌入五地城避难, 藩王赵义一员心腹爱将在此把守, 大概是得了主子授意, 不惧言官弹劾,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有人想要离境, 不狠狠掉一层皮是绝无可能, 保守估计, 赵义的春雪楼在短短两旬内, 就有了两百来万两白银入账, 更别提那些不计其数的古董真玩字画, 都是一车子一车子往广陵江尾运去, 大概是有三千兵强马状的金锐赵家亲戚把守, 这边道路上拥挤归拥挤, 但不乱, 至于家底厚薄一望便知, 有底气的, 只要有足够树木的银子, 手握三千旗的春雪楼年轻名将宋利, 甚至可以让人进入异道赶路, 银子不够的, 也不碍事, 只要家中有姿色不俗气的女子, 双手奉上即可。 广陵道上下皆知风流民事的儒匠, 宋利惜好女色, 生平不爱死物, 在价值连城的贵重器物, 也是说宋人便宋人, 唯独嗜好收藏美艳女子, 不过而立之年的宋利, 哪怕已经罪握于一位胭脂瓶女子的美人希。 仍是不知足, 传言家中豢养角色不下二十位, 有流落民间的春秋王国王室女子, 有出身江湖大派的年轻侠女, 更有士族门阀出身, 却愿意为她红杏出墙的妇人。 而这些女子之中, 无疑又以新烟纸, 平上位列第六的柳娇路, 最富盛名, 这柔弱女子可谓命途多舛, 原本辗转于多人之手, 不过所幸, 总算莫被世人冠矣, 红颜薄命四字。 宋利的来历, 向来含糊不清, 给人感觉, 像是莫名其妙的, 就成了广陵道军机种地春雪楼的新贵红人, 不过之后一直藩王深受信赖, 跟世子殿下赵彪更是兄弟相称, 更匪夷所思之处在于, 赵彪这般声名狼藉的赵家王孙, 对上宋利家中环匪艳寿的美人, 竟能心平气和, 甚至对上了柳娇路, 都能毕恭毕竟称一声嫂子。 而且, 春雪楼分为两个阵营, 已经入京, 升官的卢生相张二宝等武将是一戏, 跟那个因为丑陋相貌, 而试图坎坷的首席幕僚一直不对付, 宋利却能左右逢源。 徐凤年在军阵一座不起眼的客栈住下, 价钱已经翻了不知几番, 一天就要三十两银子, 而且还住不上二等房, 更因为人来人往过于平凡, 清洗马虎的被褥都能闻到浓重的汗酸味, 拉车马匹的马草都得另算银钱, 比起其他道上的入住客人的正餐都来得昂贵。 不过仍是没有人敢有怨言。 徐凤年那间屋子在二楼廊道尽头, 狭小阴暗, 过境途中, 最初那笔银票都要对折算价, 早已花光, 之后从一股流寇身上挂下些真金白银, 大抵可以应付过境之资。 徐凤年如果想要更快到达那座已是无主的东海武帝城, 轻而易举, 不过目前时机不对, 如果想要真正成事, 去得早不如去得巧, 也就显得悠哉悠哉, 而且他也想趁着这段时光, 多看几眼西楚名声。 黄昏时分, 徐凤年下楼去凑合了一顿晚饭, 细嚼慢咽之后, 就要了一壶茶, 垫小二嘴上说是今年的春神弘明前新茶, 可杯中茶水泛黄, 实在是不堪入目。 楼内多是高堂扩论的外乡豪客, 饮酒饮茶都有, 徐凤年发现几乎没有扎根西楚的移民背井离乡往北而行。 平定春秋的离阳江土本就辽阔, 因为又有那么多权势藩王在先帝手上封疆裂土, 许多不轻不重的消息都会受到地域阻隔, 但是仍然会有一些朝野上下都感兴趣的事情, 一传十十传百, 有着还算畅通的游异之称, 传递的极为迅猛, 比如三年才出一个的电视三甲是何方人士, 至于五瓶烟纸瓶就更不用多说, 但是这一月来黎阳最让人翘首以盼的, 仅有两件事, 一件是西楚何时起兵造反, 再一件则是何时听闻北梁年轻藩王的死讯, 这个死讯当然会是个天大的喜讯。 在许多百姓看来, 北梁即便是姓徐姓了二十来年, 可既然人徒徐霄死了, 新梁王才是纠战雀巢的无赖货, 蜀王陈之暴大可以一亡灵两地, 离阳西县, 自可太平无事, 好过给那浪荡子徐凤年平白无故, 挥霍了三十万雄甲天下的铁骑。 这会儿客栈内就都在议论第二件事, 毕竟客栈众人多战有草莽气, 西楚复国不复国, 只要不给殃及持余, 也就那么回事了, 可不用一兵一卒就有风土的王先知, 那可是与赵家皇帝并称为帝的老怪物, 聊起这位武帝城主, 人人来劲。 客栈内有一桌神态不同于江湖人士的豪客, 肃穆而复杀伐器, 大多佩刀, 而且样式一致,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 这一桌有着官家身份, 何况店外门口有数位佩刀相同的护从, 眼神伶俐, 看谁都是一种人看狗的傲慢眼光。 那桌人三男一女, 女子低头进食, 偶有抬头, 姿色寻常, 只是有一双让人健而忘俗的灵气毛子, 尤其是顾盼之时, 足以为他增添了太多颜色, 他身边坐着一个身材矮短结实的三十来岁男子, 其余两位佩刀。 一老一少, 老者锦衣华服, 听到了客栈内的夸夸奇谈, 忍不住满脸讥讽, 大概就是井口之人讥讽井底之蛙的神情。 第零四零章, 心无敌, 中, 也许是实在受不了那群门外汉自以为是的瓜噪, 年轻人狠狠翻了个白眼, 他配有一柄绿丝缠绕的广陵刀, 防北梁第三代徐家刀, 风锐程度输给第一代徐刀, 轻便则输给第二代。 相对而言, 最似第三代徐刀, 有平庸之嫌, 但兵法行家都清楚天底下没有最好的战刀, 只有最适合本家假式驾驭的战刀, 就像王朝西北一带的兵员, 往往身高必长, 屡历出众, 广陵道这边就要逊色一筹, 这是先天劣势, 非人立财力可以更改, 赵义不论名声好坏, 不论仰视手腕, 骑马养兵之术却是藩王中的佼佼者, 否则这头肥猪脸皮在后, 也不至于无耻道具跟北梁争抢天下第一精兵的名头, 广陵道有着黎阳王朝最崭新的假咒战马, 也翘无声息出炉了最新式的广陵刀, 只是尚未大规模头放下去, 年轻人所玄配的这柄, 就是没有公之于众的新刀, 命名会在春雪刀和一楼刀之中选一个, 可见此刀被赵义和广陵道高层将领寄予厚望, 年轻人正要出声, 给那个既不配刀也无附庸风雅的男人瞪了一眼, 立即净声, 闷闷不乐的彭碗饮酒, 没法子一吐为快, 真是遭罪, 一名护从匆匆走入客栈, 在貌不惊人的男子身边雨, 男子点了点头, 起身后静止走到徐凤年桌旁, 春风和煦温言说道, 这位公子可有功名在身, 若是不嫌多, 不妨来我这边做事, 出去跟了我的女人舍不得送, 送某一项什么都可以送出手。 徐凤年问道, 可是春雪楼横江江将军送礼? 这男子愣了一下, 似乎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被一眼看穿, 他身边的华府老者方才曾说, 此子气态不俗, 要么是深藏不露的一品高手, 要么就是众义不众术的氧气好手, 这让男子不得不嘖嘖称奇, 须知向来眼高于鼎的老人在广陵道, 与昔日的东南第一人柴青山并肩齐名, 见到宗师柴青山不仅剑术入神, 就辈分而言, 亦是冬月剑池宗主宋念卿的诗书, 先前依附藩王赵义, 碍于门派清玉名声, 被冬月剑池不得不忍痛驱逐出去, 现在宋念卿出其身死, 柴青山已是被恭请回了剑池, 主持事务。 如此一来, 他身边的老护丛就是当之无愧的广陵道第一高手, 老人的名字很普通, 叫王福, 但用刀早已真欲化尽, 甚至要扬名于顾剑池之前, 可以说顾剑池积身天下识人之列, 此后再无调出过五平, 曾经正是踩着这个老人的尖头走上去的, 老人珍藏名刀可诛, 绰号万下鬼, 几届五平指点天下用刀之人, 都是差不多的认知, 刀法真正得意者, 屈指可数, 其中顾剑池居首, 甲子高龄之后, 依然老当义壮了将近二十年的南疆人士毛书朗, 已经彻底封刀, 加上后继无人, 豆农花草于重去了, 王福无形中就顺势上升一位, 排在了弃刀多年的北梁园左宗之前, 这位武林巨博之所以没有进入五平, 实力稍训仅是一小部分缘由, 更多在于此人年轻时候就武得其差, 遇上高手便避战窃战, 遇上同境之战, 从来不知道风度为何误, 什么阴险招数都使得出来, 当年为了扰乱敌人心境, 大战之前让人绑架了那人的妻儿, 露面之时抛出了那敌手柚子的一根大拇指, 刀义从来中正平和的敌人, 没了心境之称, 最终死在王福刀下, 年老之后依旧为老不尊, 性子邪乎得厉害, 刀法露术在轨道这一条道走道黑, 宰杀那些天资卓著的江湖后辈, 尤为勤快, 几乎是见一个痛下杀手一次, 王福已经有些年头, 没有机会拔出壳猪刀, 刚才本义是要出手杀人, 就当找个姐门乐子, 万一走眼, 真碰上的几手高人, 有广陵道第一等权贵的宋利, 三千铁欺压阵, 一个单枪匹马闯江湖的外地人, 掀不起风浪, 到时候让人情下, 大可以拿来慢慢磨刀, 这些年依附朝廷, 王福做了不少这类阴损够当, 不过被朝廷新晋封为横江将军的宋利, 有自己的打算, 没有顺着这名刀法大家的意思, 而是有了招来之心, 倒不是说手头欠缺冲锋陷阵的猛将, 而是宋利对待绝色女子, 和江湖高手这两样物件, 一直都有着浓重的收藏癖好, 而且只荡成锦上花, 而不是雪中炭, 道手之手, 每逢记起时, 能看上几眼, 就心满意足, 就像这次王先知放出话说, 出城便不再反, 五帝城失去了最后一张保命符, 许多见不得光的武林高手, 就都被进水楼台的宋利收入囊中, 宋利也从不去关心, 他们的品性好坏, 宋利言笑奄奄, 王福却不敢太掉以轻心, 江湖上的旁门左道数不胜数, 而且天晓得西楚那帮余孽, 是不是盯上了这位新风的横江将军, 宋利若是万一遭了算计, 春雪楼正值用人之计, 还没开战就折损一员福将, 藩王赵义, 还不得将自己剥皮抽筋, 春雪楼内都清楚, 宋利有今天炙手可热的权势地位, 本身有能耐是一回事, 赵义将宋利视为会与自己同服同男的角色, 这一点更是至关重要, 城府极深的春雪楼就人卢生相, 对此未必就没有怨气, 徐凤年瞥了眼摒弃宁神的万下鬼王符, 很快收回视线, 宋利等了片刻, 没有等到答复, 自嘲一笑, 不掩饰他的遗憾, 缓缓说道, 宋某小小一个杂号将军, 既然没能入公子法眼, 袭击着他日相逢, 你我二人可以好好喝上一顿, 宋某当下还有些急事, 就不打搅公子喝茶的兴致了, 公子以后, 只要是在广陵道上游历江湖, 不论遇上大事小事, 只需让人送个消息到府上, 宋某定会随传随到, 宋利轻轻抱拳, 笑着离去, 风采极好, 不但没有仗势欺人, 反而自认底蕴不深, 而非是在座的年轻公子, 眼珠不识真佛, 换成其他江湖好汉, 被一位石拳将军这般放低身架子的李贤下士, 就算不去感恩戴德, 也难免会心生好感, 徐凤年在宋利抱拳告辞之际, 也放下茶杯, 站起深目送此人远去, 附近几桌时刻, 听到这番双方没有刻意藏掖着的对话, 都给吓得不轻, 在看徐凤年的眼光, 无异于看待一个全然不知好歹的傻子, 走出门外, 宋利走下台阶时, 轻声问道, 王老, 可曾辨认清楚, 此子修为, 王府从袖子中拎出一只香料瓷瓶, 拧开盖子, 低头袖了袖, 英策策说道, 奇了怪了, 老夫故意将杀鸡外泄了几分, 这小子倒是没有故意装傻半吃, 察觉之后当即停下了碾杯动作, 可接下来就没动静了, 莫不是自幼拜师于道教真人, 否则没这份定力, 寻常高手为骤然而起的杀气牵引, 姿势可以保持不变, 假装稳如泰山, 可瞳孔细微变化与气机流转速度, 很难隐藏, 不过, 老夫可以确认一点, 关他举杯握杯放杯的连贯手势, 此子必是用刀之人, 宋利笑了笑, 平时王老要杀便杀, 这会儿不比往常, 很多事情指不定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王府不情不愿地恩了一声, 收起瓶子, 好似不杀人就等于积攒了一桩功德善事, 笑眯眯道, 那小子多半不清楚, 自己在鬼门关转悠了一趟, 宋利翻身上马, 七八起一同赶赴军阵吉里地外, 事后传来一份军情, 那边有一双女子极其有趣, 惹上了自家官兵不说, 还无半点自知之明, 其中一位扬言要让他这个横江将军, 吃不了兜着走, 宋利谈不上动物, 只是觉得有嚼头, 宋利自然知晓, 自己那只虎狼之师的脾性, 他养兵本, 就是当成豺狼去养的, 不吃人的话, 上了战场怎么杀人, 广陵道以北山林多响马大道, 其中六七只百余人的马贼, 不但杀人放火, 肆无忌惮, 而且斗农当地官兵, 就跟猫耍老鼠一般轻松, 宋利还有更心狠手辣的地方, 在那些自家假士, 成了极难绞杀的华汉马贼后, 分批让许多蒙在谷里的新族去与之厮杀, 相互喂养出战力, 死了就是白死, 使马在大街上, 宋利突然感慨道, 谁敢相信王先知会死在那人手上, 一向目中无人的王府脸色阴沉, 若非有人认出了背着王老怪尸体的楼荒, 确实没人相信, 宋利孝问道, 那姓徐的不是新的天下第一了, 王府从来都见不得别人好, 吃笑道, 那年轻藩王就算能活下来, 大半条命也没了, 只不定每年都要耗费武当几炉子灵丹庙药来调着命, 还做个屁的天下第一, 要老夫来看, 王先知死多半是死了, 事实上则是北梁精锐进出, 加上一些不为人知的隐蔽死事, 才侥幸做掉了王先知, 宋利淡然一笑, 不置可否, 客栈这边, 徐凤年回到屋内, 无事可做, 就放任九柄飞剑出秀, 不但没有以契机驾驭飞剑, 甚至都没有对他们有丝毫的放心, 这是一个经常出现在吴家剑种秘笈里的玄妙词汇, 用作阐释以契域剑更上一层境界, 即是心之所细, 剑尖所指, 后者显然十分上乘, 需要常年精心养剑, 孕育出神意圆满的剑胚, 但是此时屋子里那九柄自行灵动营绕飞旋的飞剑, 不但是成就剑胚的活物, 更像是被仙人府顶受与灵制的开窍之童, 论体魄坚韧, 跟王先知一战之后, 给摧败不堪, 疑惑深重, 徐凤年远远逊色于江湖上的金刚镜高手, 论气机魂后, 万中鬼王府也没有看错, 徐凤年比不上那些各有千秋的纸玄境, 但是现如今的徐凤年, 根本不好用常理揣测, 当时杀掉赵皇朝, 凭着直觉牵引, 想要去武帝城, 起先出于谨慎, 想着去灰山找轩原清风这位武林盟主做保镖, 当然是要同时与他做比大买卖, 否则开不了这个口, 不过轩原清风不愿意跟他, 或者说北梁有染, 徐凤年也就不去强人所难, 但是跟轩原清风这个顶尖高手, 近距离相处, 以及悄然对峙之时, 徐凤年惊讶发现一件事情, 便是不光飞剑自发蠢蠢欲动, 还有他没来由生出一股莫名其妙的豪气, 对此徐凤年并不陌生, 就是八百年前, 那个自己以及王先知都有的气感, 与视为敌人无敌, 以往徐凤年清楚这种心境, 但有心无意, 或者说有心无力, 但是一战之后, 尤其是独自离开灰山, 越是临近东海, 就经常压抑不住一些无心之举, 就像此时飞剑无迹可寻的欢快游荡, 如鱼得水, 徐凤年可以清晰感知到他们的愉悦, 甚至觉得可以与之对话, 徐凤年自言自语道, 佛家的戒子那须弥, 倒门的秀里藏乾坤, 都不像啊, 那柄皮肤飞剑冷不丁在徐凤年眼前滴溜溜一转, 似乎是打声招呼, 然后一傻而逝, 飞出窗外, 徐凤年走出屋子, 神色如常得下楼离开客栈, 一直走到镇子外头, 结果远远看到高坐马背的宋丽身影, 一路上似乎有两名年轻女子惹上了麻烦, 一个身材高大, 英气勃勃, 剑已出窍, 看架势就是名家子, 离着剑尖土刚气的还差些许境界, 她护着身后一名体态恶挪, 更似江南闺秀的女子, 不过应该是与人积极比武输了一阵, 一臂颓然下垂, 止不住轻微颤抖, 才临时换了手握剑, 宋丽一直没有说话, 那名配刀缠绿丝的年轻护从, 则马蹄轻缓, 意态自得, 刀也出鞘, 轻轻旋转, 战马则绕着两名走投无路的女子, 悠悠然打转, 徐凤年站在不惹眼的一路绿音中, 听到那显然是北方女子的剑客, 讥讽出声道, 本以为广陵道上并非蛇鼠一窝, 毕竟连京城也晓得, 有个叫宋丽的家伙, 口口声声一招全在手, 杀尽复明狗, 不料耳闻不如面剑, 也就是个强强名女的阿渣货色, 宋丽闻言轻轻一笑, 终于开口说道, 女侠你凭本事伤了二十名不足, 本将无话可说, 可是梁眉公随后跟你光明正大 赌注厮杀一场, 他输了, 这边放行, 你输了, 你交出那身后女子, 愿赌服输, 天经地义, 女侠你剑术高明, 可毒品似乎不咋的呀, 听到这里, 徐凤年就准备转身离去, 用见女侠身后的婉约女子正要说话, 就被他用眼神制止, 他转过头后, 死死盯着宋丽, 宋丽微笑道, 你也别说什么, 你输了, 你跟我走, 你我心知肚明, 只要没了你护驾, 现在的事倒, 你身后女子走不出三里地, 本将不是什么好人, 却是实诚人, 可以跟两位姑娘说明白, 本将只要她过一趟宋家大门, 就放她走, 绝不动她一根头发, 不过丑话也说在前头, 广陵道都清楚一点, 动不动她的身子, 不重要, 但以后就都算是本将的女人了, 高大英气的女子冷笑道, 这种混账话, 宋丽你可有本事去荆棘之地说去, 宋丽在麻痹上摆了摆手, 哈哈笑道, 这哪里敢, 宋丽逐渐脸去笑意, 一语道破天机, 你也好, 身后女子也罢, 都不是什么小家碧玉, 估摸是泰安城那边的大家闺秀, 可既然你们入了乡, 就得随俗, 再大的金枝玉叶, 本将都吃得下, 事后还能不露痕迹, 所以你们掂量掂量, 别真惹恼了本将, 提见女子吐出一口浊气, 沉声道, 我来广陵道是找赵主, 他这趟出京游历, 除了早就想独自闯荡江湖, 确实还准备去见一见, 那个嗜好驻京官的年轻人, 身后女子是归中溺友, 不过相见的是一个青梅竹马的复兴汉, 那个原本虔诚锦绣的男子, 在遭遇家变后, 无缘无故就人间蒸发一般, 好不容易给他找到了蛛丝马迹, 这次一咬牙, 偷偷离开泰安城, 足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的逆临举动, 回去之后, 这辈子都甭想踏出京城一步了, 而且, 他这次拉着自己见过了那男子, 没有吃壁门羹, 但比这更伤人心, 那男子竟然说已经谈好了一桩婚事, 就要在那个山穷水恶的小地方扎根, 身后女子不信他的建议思迁, 男子便约出了那什么都不如他的陌生女子, 身世天差的别不去说, 相貌才情眼界, 都不值一提, 但是当他看到那男子与那村野女子站在一起, 就有些死心了, 因为他看着那对不般配至极的男女, 就知道他却是在喜欢着他, 师从见到魁首席见多年的女子, 并不像他脸上那么镇定, 这横江将军身边的老者, 深不可测, 所以, 拣选了那个年轻护从作为赌注对象, 他坚定对手刀法比自己的剑术要逊色几分, 可真正下场厮杀, 不但输了, 若非那人刀下留情, 他还会命丧此地, 虽然反悔约定, 有违心性, 可他怎么会眼睁睁看着龟中立友, 去那龙坛虎穴, 就如宋利自己所说, 跨过他家门槛, 那就没有清白, 名声可言, 事后不论如何将这条广陵地头蛇的杂号将军, 千刀万剐抄家灭祖, 有何避意? 只是他仍是不想泄露他们两人的身份, 不愿意, 也不敢。 宋利微微一正, 眼神炙热了几分, 烟齿王世子罩住, 他心之不妙, 干脆闭口不言。 世上总有一些不屑规矩的男人, 喜欢女子的身份, 多于女子本身滋容。 泰安城是天下首善之地, 同时也是最为藏屋纳垢的地方, 他耳濡目染太多了, 一些个薰贵子弟, 怎样的水灵女子勾搭不到, 就偏偏对那些明明上了岁数的大宅深院里的妇人下手, 并且引以为傲, 私下与狐朋狗友相聚, 作为谈资, 比是谁拐骗上手的告命夫人品质更高。 他就听说那帮游子混账, 不但连乌木轴赤命文书的妇人视为玩物, 就连一些个玉轴和犀牛角轴的告命贵妇也敢引诱。 听到罩住这个名字, 本已走出去几步的徐凤年停下脚步, 抬手摘下一节柳叶繁茂的柳枝。 徐凤年没打算凑近过去, 但也没想着袖手旁观。 王府以为他, 这位刀法天下第二的绝顶高手在客栈里不出手, 是那小子命大。 很快他就没了这份自信, 一片柳叶划空而过。 如刀切豆腐, 截断了两枚弓手中那把不再绿翘的广陵星刀, 刚刚胜过了那女子后, 正至交一满的年轻刀客, 目瞪口呆, 一脸茫然。 王府是在场中境界最高的一个, 远胜众人, 也仍然是环顾四周, 才敲定是那树荫中的游侠作祟。 王府之所以有万下鬼的古怪绰号, 就在于他的运刀。 宛如万下有鬼神相助, 是江湖上少数可以无视对手境界更高的奇人, 王府的恋武天赋就算搁在天才堆里, 依旧可算出类拔萃, 否则只是靠着不入流的歪门邪道, 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哪怕是柴青山这样的剑客, 也不敢说自己稳胜王府, 尤其是仅以生死定胜负的厮杀, 说不定王府的胜算还要更大些。 然后一路上众人就看到一幅荒诞场景, 高不可攀的万下鬼王府先是后仰靠在马背上, 似乎是躲过了什么, 这才来得及伸手握住那柄佩刀, 倾斜下马时, 身体前扑, 脚尖在马府轻轻一点, 那匹剑撞战马就侧着凌空撞飞出去。 嫌疑佩刀和真正握刀的王府完全是两个人。 老人虽为拔刀出窍, 但前奔之时气势如虹, 只是不知为何老人才冲出去六七杖, 就又给逼退后撤了两杖, 然后继续一手按刀, 低头弯腰奔走, 步走直线, 如蛇滑行于沙地。 堂堂刀法聚将万下鬼, 跟志同稀耍一般前冲加后退, 如此反复多次, 众人终于意识到, 罪魁祸首应该是远处那个看不清面孔的成梁家伙。 只是仍然没人知道, 为何王府要用如此化蛇天足的推进方式, 就连那个断刀的梁眉弓也不例外。 在王府终于好不容易来到离那年轻人相聚摆布的地方, 依然按住刀柄不出刀的万中鬼, 就看到那人随手丢掉了手上那根干凸凸的柳枝, 没有丝毫动静。 那人头顶一根柳枝就漠然崩直, 怦然折断, 急速坠落, 恰好被那人一手握住。 王府猛然停下身行星, 既是示好, 更是示弱。 王府跟许多顶尖高手有一点不同, 就是他这辈子一次都没有踏足武帝城。 他在壮年成名之后, 当时还没有万下鬼这个称号, 而是褒贬参半的王不死, 因为他与人对敌必杀人, 而且活着的都会是他王府, 他从来不招惹有可能杀死自己的敌人。 所以, 这辈子王府还没有输过一次。 哪怕他跟柴青山近在咫尺多年, 两人之间没有过一次切磋武席。 十几年来, 王府出刀次数已经不多, 但是十年前有一次在江湖上, 他即使当时悬配着那柄天下十大名刀之列的壳珠, 对上一名年轻人仍是不诈退, 那之后没多久, 不光是王府知道了那个不配剑也不带刀的年轻人, 是何方神圣? 可以说, 整个天下都知道了, 桃花剑神, 邓太阿。 这一次, 王府照样是不顾顶尖高手和武林前辈的脸面, 选择了不拔刀。 不是说他觉得自己毫无胜算, 只是一旦拔刀, 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境地。 两人萍水相逢, 又没有不共戴天之仇, 若是面对的是顾剑堂, 才能让老人生出不计生死, 也要一战的冲动。 毕竟炼剑之人, 谁都想着要翻过邓太阿这座山头, 炼刀之人, 则是顾剑堂。 至于更加笼统的习武之人, 应该没谁痴心妄想去挫败王先知。 王府就不信, 王先知只是死在那兴许的年轻藩王一人手中。 王府驻足原地, 心中有些玉器终结, 江湖上的年轻高手是不是太多了些, 光是死在自己手上就不算少了, 可似乎野草一般春风吹又生。 那先前被自己小去了的年轻公子哥也没得寸进尺, 但是两根手指碾动柳枝, 更不像是会主动握手言和。 仿佛是在等着王府主动出刀,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后辈也太目中无人了。 王府几次心思起伏, 可都没有拔出腰间那把广陵刀。 如果真要死战一场, 没有捎带上颗猪刀, 终归是会浑身不得尽。 宋利意气突出, 来到王府身边, 这名胆大包天的横江将军神情复杂, 缓缓说道, 难怪这位公子不愿理睬宋某。 梁风袭袭, 柳叶繁蜜, 显得树荫深重, 那个年轻人始终没有说话。 宋利笑了笑, 既然公子出手, 宋某并非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蠢人。 那两位女子只要身在梳子郡以东的广陵道境内, 宋某就会沉默, 他们一路平安。 如何? 宋利看不清绿荫下男子的脸色, 但如临大敌的王府瞧得真切, 那家伙笑意浅淡, 只是尤为玩味。 宋利撇了一下脑袋, 然后猛然提起马将, 拨转马头, 面朝不足, 百余精锐青旗, 但始终没有转身, 身形倒略。 仲齐策马远去一段路程, 梁眉公看着将军宋利脸颊上那条流血不止的血槽, 触目惊心。 梁眉公小心翼翼问道, 将军, 要不要调动一千旗围剿此人? 宋利没有点头, 而是询问王府, 王老, 一千旗够了没? 王府冷笑道, 一千旗杀个不挪不的木头庄子, 庄子再硬, 也多半是够的, 毕竟世间高手再多, 可李纯刚那样的陆地神仙一点都不多。 但是, 你觉得那家伙会站着不动, 跟咱们一千旗并硬碰硬吗? 宋利没有恼羞成怒, 而是笑问道, 要不三千旗都用上, 再恳请王老堵截那人退路。 王府激笑道, 为了两个来路不明的娘们, 值得吗? 退一万步说, 那两北地小婆娘身份估摸着相当不简单, 你就不怕吃到嘴后惹一身骚? 这可不是你脸上的血迹, 想擦就能擦去的。 宋利感叹道, 王府大概也意识到失态了, 不该在宋利面前如此一劳卖劳, 又掏出那只装有香料碾做软泥的精致瓷瓶, 使劲嗅了嗅, 和颜悦色道, 咱们皇帝陛下还得惦念着一位曹清衣, 提心吊胆, 就怕他哪天突然出现在床头。 宋将军, 老夫知晓, 你以前不太看重江湖势力, 只当是养猫养狗, 养着他们好玩。 但是有句话以前不好说, 现在能说了, 都说匹夫一怒血见十步, 也许会有人说, 为什么曹长青那么多次硬闯皇宫都没能得逞, 还有为何徐家人徒筹加遍天下? 依旧是老死床榻, 这可并非是江湖高手不顶事, 而是泰安城以前不但有韩雕寺, 还有柳豪施, 现在又有了以吴家剑种为首的一大波看门人, 北梁也不例外, 徐衍兵, 袁左宗, 哪个不是万人敌? 说到底, 就看谁能到高一尺, 磨高一丈哦? 这二十年里头, 有太多不讲规矩, 又不知西命的高手都死了, 可不是死在贾氏手上, 都是死在另外的高人手中。 说到这里, 万下鬼王府打句道, 难道宋将军要老夫以后像个通房丫环似的, 没日没夜守在你屋子里? 就算老夫乐意, 宋将军的大小夫人们也不乐意吗? 宋利拇指轻轻按在伤口上, 笑了笑, 她身边是那结伴型的年轻女子, 只因为那双秋水长眸才被宋利相中, 免去了她所在家族过境所去的经营, 不过是个偏房庶女, 等于卖出了数万两银子的高价, 还额外跟宋利这个广陵道当权红人攀附了一份交情, 不光是那个士族上下窃喜, 便是女子也心有欢喜, 寻常嫁人就要讲究门当户队, 哪里敢奢望一位朝廷封刺的横江将军? 宋利侧过头, 凝视着那个还不知姓名的女子, 微笑道, 你再多看一眼本江的伤口, 可就要刮去你的双目了, 本就仅是略懂奇数而颠簸的脸色微白的女子, 一下子惊骇得面无人色, 一路上的一双女子, 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可当他们想要上前致谢, 那名义士早已眨眼功夫, 就不见踪影, 切若女子捧着心口, 脚喘吁吁, 一阵后怕道, 高侠, 要不咱们回京城吗? 放见龟翘的高大女子轻声道, 等见过了赵主, 就送你回去, 唯有细看之下, 才能察觉, 她竟是有一双碧绿眼眸, 自然碧眼张首辅, 女子无须, 可闭眼相似, 又是京城中人, 她的身份也就不难猜测, 张巨鹿的女儿, 张高侠, 而张高侠身边的女子, 是货真价实的皇亲国妻, 天底下最精致欲业的女子, 心仪于那位宋家除凤, 加上张高侠正好要行走江湖, 这才偷溜出泰安城, 南下之行的初期, 大体上就跟踏春游玩一般, 偶有风波, 也是有惊无险, 都给张高侠的剑术摆平过去, 他们在进入广陵道之前, 甚至还去了趟武帝城看热闹, 因为王先知出城之后, 与新郎楼荒临压这些徒弟, 也跟着都弃城远游, 城内高手无人镇压, 起先还不敢造次, 等到确定武帝城的确成了武主之地后, 就有人开始声势, 不过很快就有一只骑军驻扎在城外, 这才消停了几分, 不过那堵插满兵器的内城墙, 就遭了殃, 即使有内城, 王家老奴看护, 仍是每天都会少去几把明剑明刀, 不过暂时还没有一把插在城墙高处的兵器, 被人窃走, 张高霞就是带着他去武帝城散心, 也有一份必须近距离亲眼目睹, 那满墙神兵戾气的私心, 他是炼剑之人, 站在墙下足足观摩了一个时辰, 都在寻觅那些传说中的明剑古剑, 城墙高处, 有黄炉大剑, 有杜鱼细剑, 有冬月剑持的, 有三百年前, 一对神仙眷侣玄配的画眉剑, 与名字极其不吉利的宇军爵, 还有南海观音宗, 那柄稀奇古怪的半剑小剑剑, 更有吴家剑种以往两位剑官的配剑, 认真和放心, 不计其数, 目不暇接, 如果不是归中立友, 觉得枯燥乏味, 张高霞能在墙灯带上一天一夜, 每一柄剑, 大可都意味着一名绝世剑客, 和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落败啊。 女子好奇问道, 高霞, 那霞氏是谁, 你认得出吗? 当时看清了没? 张高霞摇头遗憾道, 没呢? 女子叹了口气, 若是在泰安城, 咱们还能报答恩情。 张高霞自言自语道, 接下来就没江湖什么事了, 真要有, 那也只是一个个命不当命地死在沙场上。 女子突然恼恨道, 这个叫宋利, 真是可憎。 张高霞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说出口, 曾经无意间听到父亲点评广陵人物, 其中就有提及这个广陵王的福将宋利, 宋利竟是朝廷很早就安插在广陵春雪楼的棋子, 但听父亲的口气, 赵义这两年也有所察觉, 但仍然没有撕破脸皮, 反而愈发器重此人, 要钱要粮, 要兵要马, 全都给得痛痛快快。 不过宋利并不听力于张卢, 甚至顾建堂那座, 如今已是名存实亡的顾卢, 以前一样使唤不动他宋利。 张高霞私下揣测, 这个宋利应该叫赵立才对, 靠山指不定正是那群皇室勋贵中最有权柄的几位老人, 因为这些当年也曾跟随先帝一起南征北战戎马生涯的老头子, 实在是沉寂太多年了。 张高霞他爹, 首府大人曾经难得跟他这个女儿泄露天机, 笑颜那帮黄土都埋到脖子的老家伙, 之所以一个个咬紧牙关熬着不肯踏进棺材, 是要等门外门那两个人先死。 后来当徐霄去世的消失传到京城, 张高霞去了一趟被几个哥哥当作雷池禁地的书房, 发现那个门外人死了后, 门内人的爹并没有怎么高兴, 反而有些落寞。 他离开屋子关上门的时候, 依稀听到爹说了一句话, 自古名将功卿, 难在寿终正寝, 徐霄赢了。 回到镇上客栈的徐凤年, 没有急着离去。 他这趟前往东海, 没想着大张旗鼓是一回事, 但如果说广陵道这边误以为能够趁火打劫, 他也不介意学一学曹长青, 跟赵义赵标父子好好续续就。 至于宋利, 他知道的比张高霞自然要更多更深, 宋利名义上春雪楼名列前茅的大红人, 甚至传言是他挤走了卢生相的位置, 事实上根本没这回事, 卢生相傅京生任兵部侍郎, 是朝廷名着翘墙角, 宋利则是暗中挖着春雪楼的墙角, 但恐怕赵义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宋利不但是太安城的棋子, 更是燕翅王赵炳的手笔, 至于宋利到头来会忠诚于谁, 人心反复, 只有天知地知, 以及宋利自己知道。 宋利这颗被多方操之于手的棋子, 既然能够自己把自己走活, 肯定不是靠着运气走到今天, 果然没有来客栈大洞干戈, 徐凤年在第二天清晨出境, 其实当时一路上面对, 一直没有把刀腕中鬼, 只要王福能够晋身一仗之内, 徐凤年肯定会死, 但是徐凤年更确定, 给王福一百年时间, 那家伙也走不到仪仗之内, 因为王福毕竟不是顾剑堂, 一步之差, 往往就是天地之遥, 马车缓缓临近东海, 潮生渐重, 除了那一物剑侠, 徐凤年要从武帝城带走的物件, 会多到让整个天下都大吃一惊。